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會跟學弟妹建議說 在這趟旅程裡面你可以不一定要帶著什麼樣很實質的目標 而是可以把自己歸零 然後沒有太大的壓力或是很大的一定要完成的目標 而可以讓自己是一個歸零的狀態 然後像一張白紙一樣去那邊學習 在畫的過程裡面我漸漸發現到 在色彩的堆疊過程中 可以感受得到我們在畫的是這個宇宙運作的本質性的力量 在色彩堆疊的過程裡面可以一點一滴的被看到 後來我也發現說 在這樣的色彩習題的練習裡面 它不一定是最後的結果是重要的 而是我們在堆疊色彩的過程裡面 我們自己一點一滴的看到它色彩的變化 所以這段過程反而是在繪畫的人他經驗到最滋養的部分 對於我自己而言 我很有印象的是在畫四大元素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很清楚的在不同的主題 在火、風、水、土這幾個主題裡面 我發現到自己的特質 那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可以在畫水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感到很自在很滋養 因為我終於發現到我自己跟水的特質有這麼的像 那相反的我在畫火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到火 不管是顏色或者是姿態 都跟我非常的不同 所以當我要試著揣摩這個火的力量的時候 我會要花更多的力氣 但這樣的過程也讓我去經驗到 我應該要如何在我的生命裡面 還有我的特質可以透過藝術來經驗那個平衡 我們主要是在瑞士巴斯爾的多納赫學習 然後我們主要是在哥德館 因為我們是在學校這邊 就台灣這裡是學習哥德色彩學 所以主要會是在哥德館的附近 然後那邊就是我們是住在青年旅館 然後同時呢我們會去哥德館也會去就是繪畫課程這樣 我覺得是憂慮是美 然後因為色彩的話就是平常我們繪畫 然後有可能就是會畫到一些像精靈什麼的 然後他們的形體跟動態就會擺出就是 像是手張開啊之類的 然後像是黃色呢它就是很開放的顏色 然後藍色就是比較包圍的嘛 然後所以綠色就會介於在他們兩個顏色中間的動作 然後是在直線的黃色跟圓形的藍色中間的那個動作 因為這樣子色彩就是直接連結到我們在優綠十美的顏色 就是跟繪畫之間 然後你就會突然間想起 喔我在學優綠十美的時候綠色是怎樣的姿態 所以對應到我們繪畫裡面中 這個顏色它也會呈現出怎樣的姿態這樣 對這是我優綠十美和色彩之間的連結 科學應該就是我們在做這些哥德實驗 那我們做的哥德實驗裡面有一個是 壓克力板的實驗 那一般的塑膠去隨便都可以做出那種皺褶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製造出彩虹 然後整齊的壓克力板它是可以在有效的條件下 然後去調整出來的 所以它也很容易可以製造出彩虹 但是呢水晶是因為在大自然中 它有各種不規則 就是你不知道它是透過怎麼樣的情況去產生出這個水晶 所以只有特定的水晶才會有特定的彩虹 這些都是因為它在承受壓力 而我們人生中也會承受很多壓力 所以我認為呢我們承受的壓力越大 可能代表著我們能承擔的事情更多嘛 那我們生命的彩虹就會更亮麗 或者是我們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的彩虹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色彩科學跟生命 它之所以可以扯在一起 是因為我們有這些實驗 然後實驗又可以驗證到我們人身上 因為我之前第一次去瑞士的時候 一行直想要登頂 所以我錯過了沿途中所有的風景 因為我一行直想我就是要到山底 我就是要達到最高的那個地方 但是因為我只想著這個目的地 所以我已經錯過了過程中 全部有可能精彩的像是有什麼植物 或者是我爬坡地上的石頭 全部都錯過了 我是在第二次去瑞士的時候 才漸漸的知道我可以去觀察我身邊那些植物 然後因為他們也會介紹哪些植物可以吃啊什麼的 你就會看見原來這些植物是在阿爾卑士山的這邊 然後因為透過你漢漫的步伐 你可以看到的風景跟角度又不一樣 你會多方環視這樣子 所以這對應到我後面的工作就是 我就不會只是想著 我就是要做好這件事 我會想的是我在經歷這件事情 整個事情的過程 所以我才要去經歷這一切 所以我才要去經歷這一切 我是在2016年和2018年 跟著老師到瑞士有這兩次的經驗 那這兩次其實對我來說的意義都不太一樣 像是在2016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才大一 但其實是一個還處在一個不太確定 內心還是有點惶恐的這個狀態下 所以我覺得第一年帶給我的感受是我在尋找自我的這個歷程 我們在瑞士的時候學習非常非常多的主題 那有一次非常特別的是我們有泥塑課 我也不知道我們學著要幹嘛 但是怎麼會想到我現在進到海參華德普學校 我是泥塑老師正在教這樣的課程 對我來說非常的 覺得很特別這個經驗 主要是想要引起他們的興趣 那啟發他之後他們會有自己去想要學習的動力跟欲望 就是求職欲 那我剛開始就是喔是喔真的喔 就先抱持著這樣子開放的心胸 雖然有點懷疑 然後後來我自己進到這個教育現場 那也發現到真的他們是透過很多方式來帶這些孩子去經驗每一件事情 那包括我自己現在在上的課也都是這樣 老師的角色是當一個很遠的眼睛 來幫他們一步一步的規劃他們如何從零 然後要到那個目的地那個目標 那中間他們需要如何的堆疊 比如說他們會想要去畫更多東西 甚至去也發現更多的相關的創作 我覺得這是華多夫教育最珍貴也最棒的地方 很感謝這次的這個展覽的機會喔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能夠邀請已經畢業了幾年之後的這些學姐們回來接受訪問喔 分享一下當年他們的經驗和他們現在工作的時候的一些就是狀況之間的連結 那這個是給我們這個課程就是在學校裡面以及我們帶到瑞士去做這些體驗的一個後續的一個追蹤 讓我們知道在多年之後他們對他們自己在當年去瑞士的時候的一個經驗 現在回想起來有什麼樣不同的滋味或者是體驗 所以很謝謝這次的經驗 謝謝